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們現在來到義大利來見這個中國反賊徐某人 我們想問一下徐某人是怎麼發現我這個頻道的 哎呀我可能是你頻道的老粉了 有一個人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他叫做九哥 當然記得啊這個人 刻骨明星啊 我最早看你們節目就是 我看到他對你們的訪談 而且是發在你的頻道上面 我是一個忠實的老粉哦 對對你是超久了 我大概是20年應該是年末 突然發現你這個頻道 你有來我頻道留言 然後我也有特別注意到你這個人 這有得有說到另外一個哥們 叫做鄭國成 哦 當時我給他撿了一個 你被他記版權套 這個我認 那你有沒有當過小粉紅 我們中國人的出場設置 就是你必須得是一個小粉紅 嗯 我當然當過 而且我以前當的是那種 很喜歡打台灣的小粉紅 如果一個人啊 你是你我是我對吧 如果我把我代入成我們 嗯 現在我相信你的這個頻道裡 也會有很多的留言說 我們國家如何如何 哦 我們的海軍如何如何 我們的空軍如何如何 只要你一定要把我 帶入到了我們當中 嗯 你就會希望這個我們 越來越強大 嗯 你會希望我們擁有一支 全世界無敵的艦隊 你會希望我們能夠征服星塵大海 當時我就是這麼想的 嗯 但是後來呢 我會發現 我是我 我們是我們 有的時候呢 我們要辦某個事情的時候 哦 會需要不惜一些代價 而我 經常就是那個代價 所以你有被鐵拳過 準確來說 直到現在還沒有經歷過 那麼嚴重的鐵拳 哦 但是有的時候呢 你能夠通過一些事情 你能夠察覺出 你不是在我們當中的 你只是我 或者是你是那個代價 嗯 我是在中國讀的那個本科大學 對對對 有一次呢 我們那個學校啊 就那個大學 一個校領導 也不是職務很高的領導 就一個普通的校領導 來到我們那邊視察 嗯 當時的那個學生呢 他是要進行一個 就是每天早上要進行簽到的 嗯 就是你要到那個操場去 然後呢 大學還要這樣子 對沒錯 要簽到 然後要做一種那種 形式主義的事情吧 然後有一次那個校領導 就來視察了 然後我看見 其實有些那個同學們 或者說大部分 都跟那個 朝鮮人民 見到金森森一樣 那種蜂擁過去的 櫃鐵 當時我就意識到了 我 終究不是我們 嗯 哇這個確實 因為我之前去日本找小鎮 他有講過類似的 你的這種體驗的觀點 這個經歷我相信 很多中國都有吧 真正想法會改變的時候呢 就是通過這些小事 並不是說一些很大的事情 你既然都到意大利讀書了 然後你也在中國讀了大學 讀了本科 你有明顯感受到 兩者的教育 或是氛圍的差別嗎 呃 校房 或者說老師 對待學生的態度 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嗯 在中國 學校或者說這些老師對待你 是把你當成一個奴隸 或者是一個工具進行培養的 在意大利呢 你甭管他教的好壞如何啊 嗯 我是那個比莎大學畢業的 對 他們小粉紅先生經常說我是 呃 做披薩的嘛 呵呵 但實際上呢 我不是我不是吹牛逼啊 就是 比莎大學雖然不是什麼很好的學校 但是 就是我們學校出來的這個 諾貝奧獎得主 比中國整個的 例子上所有的都多 就是比莎大學的 教學資料這個令書啊 最關鍵是什麼 是你對待學生的態度 這邊是以平等的姿態對待你 對 你一進 你一入學的時候呢 對方稱呼你為 Señore 就是先生的意思 嗯 或者是Señore 就是女士 女士 是以一個平等的姿態對待你 嗯 你去申請一個 比如說助學貸款 對 獎學金 那些呢 是以服務的態度 對你進行服務的 嗯 你去吃一趟吃飯 呃 我們那邊 呃 沒有玉子菜啊 首先說沒有玉子菜 然後呢 都是現做的 然後 學生是享有學生的福利的 嗯 我們當時吃飯是 兩歐人 吃全套 很充益 從甜菜第一道第二道 飲料無限打 還有甜點 所有的這一切呢 都是包含了這個 整個學校對你的服務當中的 並不會說有人說 呃 你需要取得這個福利 你就需要去跟著你的 老實 或者說你的上級去跪點 或者是拍馬屁 不需要的 嗯 你就是你的材料證明夠了 你的成績達標了 他就給你了 但在中國是要 這樣子 必須的 他明面上不會這麼說 但是誰都知道嘛 誰都知道嘛 你不舔你還想吃飯 那為什麼你會想要做那個 軍事的頻道 因為你一開始還是做這個社會時事相關的嘛 對吧 對那個時候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真正的想好頻道的 未來的發展目標了 嗯 但是有一次呢 我是看到誰 具體來說我忘記名字了 反正看到有些 其他的反賊做的一些 軍事的反彈節目 我覺得做的太爛了 唉 啊對 因為你從小就對打台灣有興趣嘛 然後我覺得說 你講的這麼爛 搞笑 不如我來試一試吧 那你怎麼看台灣 軍事這一塊 跟中國 台灣的目標究竟是什麼 很多人說我是什麼就是台獨分子 我支持台獨 其實這樣 我從來沒有在節目裡面 支持過台獨 我支持的是台灣民眾 在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 做出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 就首先 最先一步得被做到的 是你們的想明白說 你們到底要什麼 對 是要維持現狀呢 還是要走向獨立呢 或是要統一 當然這個走向獨立 也是有那個極獨跟緩獨 對 五獨跟文獨 實際上沒有文獨 就只有五獨 就是你們有沒有做好這個準備 嗯 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目標 只要你們想好了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都支持 我都支持 因為其實我 攤開近代歷史來看 台灣如果 如果必須得走向 不管是極獨或是緩獨 走向獨立這條路 我覺得我們的建國的代價 其實是比歷史上 近代很多國家來 付出的代價來的少很多了啦 之前看你做那個 國建國造我覺得 嗯 我就在等你出這一集 說實話呢 前段時間呢 就是蔡英文上來之後嘛 做了很多大的軍事項目 對 我覺得真正做成功的 只有國建國造 國建國造 剩下的幾個 比如說那個烈雷艇 再就是那個鎮海 令人頭疼那你知道嗎 嗯 4500噸還要裝盾 其實是可以 4500噸如果讓以色列做的話 嗯 是可以的 讓日本做他也做得出來 讓義大利做 義大利都能做得出來 台灣你自己做不出來 對 你要不就是外購 要不就是把噸位增大 既要這個馬二跑 又要馬二吃的少 這是不可能的嘛 台灣的軍事專家 難道看不到嗎 是 肯定能看到的 這很看你去那個 烏克蘭那邊嗎 怎麼從烏克蘭 然後來看台灣 或是中國 是這樣我覺得就是 軍事戰術 或者說武器裝備之類的 在我的頻道裡 已經說了不少了 對 其實我覺得主要還有一點 比較深刻的去了解一下 這個爭取自由的代價是什麼 嗯 烏克蘭人我覺得他們已經很理解 嗯 他們知道說要付出的不只是生命 對 以及是下一代的未來 但是有的時候我發現了 就是很多台灣的觀眾 似乎對此存在一定的幻想 具體這個觀眾說了什麼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但是應該是有提到說 就是俄羅斯炸烏克蘭的時候 經常會把他們的醫院 幼兒園學校給炸的 炸的這個 亂七八糟 亂七八糟 就說到這個中國的導彈 會不會對台灣造成這樣的傷害 是這樣的就是這個都是咱們得分動機 就是說中國想不想把這個台灣完全打爛 對 有可能不想 但問題是呢 他想不想是一回事 他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知道 比如說一個東風吧 一個東風導彈 要突破愛護者 或者說其他的防空系統的 神程封鎖 神程防禦之下 打中一個停機瓶 打中一個機戶 很難的 那是小概率事件 那是很困難的 但要打你那個101大樓 嗯 我說打今天說打 下一馬就打中了 你不可能把你的所有的軍事防空的資源 都去防禦你的居民區 很難做到 他可能還更希望 去打你這些個民用的目標 因為他可以透過攻擊你民用設施 慘烈的攻擊你的民用設施 把你的居民樓 商場 學校 全炸爛 逼迫你 民意屈服 藉由你的民意去影響你的政府和軍隊 欸可是你這麼看 就是烏克蘭也是被這樣炸的那麼慘烈 他們習慣 但是民眾會有因為這件事情 想要一直投降嗎 烏克蘭民眾想要投降的話 現在就不會有烏克蘭了 在這個俄烏戰爭爆發之前 我覺得像金門馬祖這種地方 沒必要熟的 但是俄烏戰爭這兩個地方 爆發了比如說圍山山之後 這個地方不是一個守不守得住的問題 而是說你能不能展現你防守的勇氣的問題 台灣跟烏克蘭有一點是相同的 就是你們仰賴於外界的幫助 不管是美國的還是日本的還是澳洲的 但是這個外界的幫助 它絕對不是毫無代價的 是啊 它需要你展現出你值得投 值得它投資的一個價值 沒錯 你得體現出你的勇氣 它才會去援助你 它才會把軍艦開過來 它才會把物資送過來 你如果開打一天 好我投降了 這個倒給 這個這個這個反正金門守不住 還給你了 我投降走了 而且不是說所有人都知道說 金門馬祖究竟是這個屬於誰的 歷史歸屬是什麼樣 他不知道 像金門馬祖這種地方 推動到任何的所謂的外島 你可能是守不住的 我確實覺得 軍事能力確實是 守這些外島離島很困難 但是如果你一槍不放 拱手相讓 那麼既然你能拱手 把這個離島拱手相讓 你就能把本島拱手相讓 我覺得主要還是 就是像你說的要給大家看你的決心跟勇氣 還有你自己願不願意保護你自己跟犧牲 因為這個一定的毛 我今天如果是外國 我今天如果想要幫你 你都不做我 我有什麼立場幫你 但美國之前也是啊 那個獨立戰爭法國之後才幫忙 也不是一開始 都得先看嘛 大家所有的外界的援助 不管這個國家跟你的關係有多好 是啊是啊沒錯 他都得先要看 你會怎麼做 你說我要投降 那你就一直投降吧 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你覺得中共或是聖上 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嗎 你說對台海開戰對嗎 對 中共跟中國可能首先得分開 就是中共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以及中國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我覺得一開始中共不會付出什麼代價 它的代價就是中國 它的代價是那些我們嘛 是所有認為我們的我們 他們會坐上那個七零登陸船 然後開著那個兩棲戰車衝向台灣的海灘 然後呢 後面什麼事情大家都能理解的 他們不會付出代價 他們會讓我們付出代價 具體說的這個中國呢 可能我覺得會被進一步的孤立 除非是全體的中國人 能夠把這個局勢搬回來 怎麼辦 從由戰爭搬回和平 哦 是沒有槍桿子 但是你要打台灣不就有槍桿子了嗎 你不就要發槍了嗎 哦 懂你說的 那個時候選擇權就會 到中國人 再次移交到 至少會一部分移交過來吧 那怎麼選 你是要戰爭還是要和平 好像也有一點道理 你還會想回中國嗎 說實話我對中國 土地上沒有太多的眷念 這個出生地不是你可以選擇的 是 但你是否愛一個地方 你是可以選擇的 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 你一上學他會教育你說 你必須得愛我 嗯 但其實愛這個東西 是沒辦法強迫的 是啊 真的喜歡 你真愛你就會愛 你後來不愛了 你就不愛了 對 那我可能會恨了 因為 因愛可能會生恨 嗯 如果真的是完全不在乎了 那可能連恨都不會恨了 嗯 嗯 我基本上不會去愛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地方的 嗯 不管是中國 意大利我其實也不愛 如果你真的說我愛什麼地方的話 我愛這裡 就是這個多利米第三區 我覺得這個思考邏輯我覺得很值得很值得一說 嗯 這個愛是我主動選擇的 我來到這裡 我喜歡這裡 所以我愛上這裡 而且他作為回報 他也給了我想要的一切 嗯 這就足夠了 這其實蠻蠻普世價值的啊 我覺得這個更加符合這種 兩性之間的愛吧 你愛他 是啊當然啊 你也會希望他愛你嘛 我知道 這裡也愛我 他也愛過了 這樣很好啊 我是覺得很好笑 有沒有有人說你是台灣演員 還是什麼台灣人 有的 之前有人說的 你口音就不像啊 怎麼會有人說是 有人說我台灣人 我口音挺像台灣的 欸 我發現很多小粉紅他們連自己 國內的一些很多省的地方 來口音他們分不清楚 我這邊主要沒什麼口音其實 好啦 那今天影片到這個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 不想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然後去看一下這個 如果你想要了解軍事話題的 想要想要喜歡看那種 娛樂軍評節目的 你就來訂閱我的頻道 為什麼會說是娛樂 因為你會加一點 我又是覺得這個軍事節目 過於沉重了 很多人講的話都是一本申請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 本來這個話題就挺沉重的 因為我看你有一集 在講那個裴洛西來台 然後你裡面就會覺得 他肯定不是來花蓮抓我 我就覺得 嗯 有加一點搞笑的還不錯 呵呵 好啦 掰掰